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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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征服了乌鲁克 基石等城市 整个苏美尔世界几乎都被纳入了卢加尔扎吉西的统治之下 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情况 卢加尔扎吉西并没有使用乌马国王的头衔进行统治 而是采用了更有威望的乌鲁克的国王头衔 因此在苏美尔王表上 卢加尔扎吉西的霸权被描述为乌鲁克第三王朝 我们可以在卢加尔扎吉西向尼普尔神庙新鲜的花瓶上看到 他自豪地吹嘘自己统治着 从日出之际到日落之地的领土 从上海到下海的领土 这里说的上海指的是地中海 下海指的是波斯湾 卢加尔扎吉西是否真的连通了地中海和波斯湾呢 大多数学者对此表示怀疑 不过大家也基本都认可 卢加尔扎吉西确实基本统一了美索布达米亚南部地区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很可能会开创一个全新的帝国 然而在他统治的第25年 卢加尔扎吉西却在战争中败给了一个北方的统治者 阿卡德的塞尔贡 根据后世流传的塞尔贡的名文显示 卢加尔扎吉西在战争中被俘了 并被带到了尼泊尔的恩利尔之门 在那里 塞尔贡接替了卢加尔扎吉西 成为了苏美尔世界的新领袖 这个塞尔贡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我想对于美索布达米亚历史有所了解的人 应该都会对阿卡德的塞尔贡耳熟能详 但是我要明确一点 阿卡德的塞尔贡 我们最多只能称其为塞尔贡 不能称其为塞尔贡一世 现在中文网络资料上有很多这样的错误的称呼 我们知道在一个国家里面 只有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名国王的时候 我们才有一世二世三世这样的称呼 但阿卡德只有一位国王叫塞尔贡 我们不能称他为塞尔贡一世 后来亚述帝国有一位叫做塞尔贡二世的国王 非常的出名 但是需要注意啊 这个塞尔贡二世对应的是亚述的另一位塞尔贡一世 而不是阿卡德的这个塞尔贡 那因为塞尔贡一世这个人呢 他的生平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们一般聊历史的时候不会提到这个人 很多人就自然地以为阿卡德的塞尔贡就是塞尔贡一世 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能这么讲的 如果我们在专业的作品当中看到塞尔贡一世 那么一定他指的是亚述的塞尔贡一世 不可能是阿卡德的塞尔贡这个人 别看阿卡德的塞尔贡名气如此之大 但是在历史之中 他的事迹却很难寻觅 尤其是他的根据地阿卡德城 至今依然位置不明 因此我们不清楚 阿卡德的塞尔贡 在他入主苏米尔世界之前 究竟有什么活动诡计 不过塞尔贡这个名字 似乎能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在阿卡德语里 塞尔贡可以翻译为国王是合法的 显然这个名字是他成为国王之后才拥有的 而且这个名字看起来多少有些死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 让人不尽感觉塞尔贡的王位似乎得来不正 在苏米尔王表中 塞尔贡是被描绘为园丁的儿子 他在基石国王乌尔扎巴巴的手下 担任过持杯者的职务 这似乎表明塞尔贡是一个出身低微的人 他的发家可能和基石有着密切的联系 网表上这些信息 可以和美索布达米亚流传的 关于塞尔贡的文学作品互相印证 当代人们根据这些作品 重建了一些颇有戏剧性的塞尔贡的发家史 但是我们都知道 用文学作品重建历史是非常有问题的 我在这里只能给大家一个最无趣的结论 就是当下对塞尔贡的讨论没有太多的意义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聊一下 关于塞尔贡所代表的阿卡德人的情况 一些早期的作品都对苏米尔和阿卡德文明 做出了明确的区分 认为阿卡德是一个入侵的游牧民族 他们取代了城市里的苏米尔人建立了新的文明 这个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 对陕米特民族的刻板印象的影响 他们将所有的陕米特人都理解成 类似贝都人这样的沙漠游牧不足 认为陕米特人是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 但是这种理解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从我们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 从早王朝时期开始 阿卡德人就一直与苏米尔人杂聚在一起 只不过在基石 埃什努纳这样的北方城市 阿卡德人会比南方更多一些 但我们并没有发现北部地区的文化和南部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或者说除了语言以外 我们几乎找不到阿卡德和苏米尔之间有任何文化差异 即便是语言上的区别 我们也仅仅是能从人的名字上来辨别 但名字不一定能反映母语的使用情况 当时一定有相当多的人有使用双语的能力 我们在苏米尔的城市当中 发现了很多有阿卡德语名字的文士 他们在书写苏米尔语上毫不逊色于他们的苏米尔同行 所以严格意义上的苏米尔人和阿卡德人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区分的 苏米尔和阿卡德在文化上的对立是不存在的 在政治上呢 我们也没有发现南方和北方有什么种族对立的倾向 基石之王这个头衔一直都是整个苏米尔世界工人的霸主头衔 所以我觉得在我的视频里 是没有必要把阿卡德和苏米尔分开看待的 不过阿卡德王朝确实给美索布达米亚带来了一系列的变革 作为苏米尔世界第一个统一的王朝 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一下阿卡德的历史 但是在此之前 我们还是需要将目光投向苏米尔的西北地区 了解一下更加广阔的近东世界的情况 传统上我们对美索布达米亚关注 往往仅限于苏米尔阿卡德地区 也就是后来的巴比伦迪亚地区 但美索布达米亚指的是又发拉底河 和底格里斯河的整个流域 巴比伦尼亚只是南部的一部分 在西北地区 也就是我们第一期视频频繁提到的 上美索布达米亚地区 也有着独特的复杂社会 只是这一点还没有得到大众的重视 我希望在这里占用一些时间 能够改变大家对这个地区的看法 上美索布达米亚可以大致分为底格里斯河上游 和又发拉底河上游两部分 底格里斯河上游我想大家会相对熟悉一些 因为这里就是后来亚述帝国的核心地区 亚述帝国的首都阿舒尔和尼尼威都在这里 只不过亚述帝国在当时并不存在 在阿卡德和苏美尔的文献当中 这个地区被称为苏巴尔国 在南方的又发拉底河上游 政治情况就更为复杂了 在又发拉底河的支流 哈布尔河的上游 是纳加尔王国的势力范围 这个国家的首都纳加尔 是我们在第一期视频里就提到的 哈布尔河与又发拉底河交汇处以东的 又发拉底河河谷地区 是由一个叫马里的城市所统治着 沿着又发拉底河向西北方向看去 分布着许多的中小型聚落和城市 这些地区往往受到周边地区霸权国家的影响 在更西的地方 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西北部 存在着另外一个强大的国家 埃博拉 正如我们第一期所交代的 上美索布达米亚地区的降雨量是相对富足的 很多地区可以从事旱作农业发展 但相比灌溉农业 旱作农业的产量和稳定性都不高 但这个地区分布着大片的草原 蓄灭也就成了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 虽然早在乌鲁克时代 上美索布达米亚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城市化趋势 但公元前四千级晚期 近东环境出现了干旱化的趋势 破坏了当地的汉作农业生产 在公元前三千年之后的几百年时间里 上美索布达米亚地区的城市陷入了整体的衰退期 许多城市退化为乡村 游牧经济也在这个地区迅速地发展起来 到公元前2600年左右 上美索布达米亚的城市化水平 已经远远低于南部了 不过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上美索布达米亚开启了新的一轮城市化过程 出现了很多新的城市 一些老城市也迅速扩张 形成了上城和下城两部分 我们在上一期也说到 近东的古代城市往往呈现出一种小山丘的状态 是居民们建筑和生活沉积造成的 而且会随着定居的年代不断增高 我们在考古学上把这个地方称为Tel 这个Tel呢 注意它不是英语告诉的意思 是阿拉伯语小山丘的意思 我们在翻译上呢 可以把它音译作Tel 或者可以直接把它译成丘或者废丘都可以 但你也可以直接不翻译这个词 也没有问题 我们刚才说的所谓的上下城结构呢 代表的是城市在短期内迅速扩张的结果 说明在一个时期城市出现了一个新的城区 但因为新城区定居的年代较短 而老城区定居的年代较长 所以老城区肯定会比新城区高一些 也就会出现上下城的情况 我们发现很多的宫殿都是出现在下城 这说明以宫殿为核心的国家 是在公元前2600年之后的这次城市化过程当中出现的 这次城市化的过程我们该如何解释呢 它很可能是南部地区苏美尔城市化发展的结果 苏美尔城邦的繁荣产生了较大的商贸需求 这一定会促进西北地区城市的繁荣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 在这次城市化的潮流之下 上美索布达米亚地区的游牧部落也广泛参与到了城市生活之中 要明确的是 完全无序的游牧迁徙在人类社会中是非常少见的 大部分游牧社会都会采取一种季节性的固定迁徙模式 因此游牧部族并非与城市生活完全不相容 它们可以在城市中季节性的定居 以此融入到城市生活 叙利亚的游牧社群也在很早就发展了自己的复杂社会 在哈布尔河上游的泰尔巴纳特遗址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游牧社群建设的纪念碑 这是一个高22米的白色人工土丘 称之为白色纪念碑 和其他的近东土丘不一样 它不是一个定居沉积层 而是一个墓葬沉积 在其不远的地方 还有另外一座与之类型相同的土丘 这两座墓葬群显然是长期建设的结果 白色纪念碑表面覆盖着石膏 呈现出独特的白色 在土丘周围也发现了一些大型的建筑遗址 显然这是一个仪式中心 白色纪念碑作为一个纪念碑建筑 可能有塑造社会凝聚力 传播意识形态的作用 和埃及的金字塔是异曲同工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出叙利亚的游牧社群也有他们自己的社会结构 介绍了这个地区的概况之后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它的历史发展 在上美索布达米亚最早出现的城市国家大概是玛里 它并不是2600年之后城市化浪潮的结果 而是建立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的早王朝早期 可以看出玛里城市的形状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原型 这反映了玛里城市建设高度的规划性的事实 玛里在历史上曾经三次建城,三次被毁 在这三座城市的遗址之下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人类定居的痕迹 也就是说在城市建设之前 玛里是一个没有人类定居的地区 显然玛里的建立是出于某种目的 并在政治权威领导之下完成的 虽然我们不清楚玛里建设者是谁 但是他的选址显然是考虑到当地的交通优势 玛里所处的位置 在哈布尔河与右发拉底河交汇处已东不远的地方 同时这个地方也是上美索布达米亚和下美索布达米亚交汇的地方 因此玛里可以控制苏米尔世界 与西方的埃布拉、纳加尔之间的水路运输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 尤其是在那个马和骆驼都没有驯化的年代 当时的路上交通非常不方便 掌握水路运输的玛里 它的重要性一定会远远超过我们大家的一般印象 为了防止洪水 马里人将城市建在距离右发拉底河河道一到两公里的地方 但是马里人却特意修建了运河 把城市和右发拉底河连接了起来 对比很多的苏米尔城市将码头修在城外 马里的商贸性质也就更加明显了 马里城中的手工业经济非常的重要 它需要属于码头的支持 将原材料和制成品送进和送出城市 在第一马里时期 城中发现了很多手工业作坊 包括金属冶炼、制陶、纺织、染色、车轮制造等行业 与手工业的繁荣不同 马里周边地区的农业环境并不是很好 马里也就必须要控制 比南方的苏米尔城邦更广阔的领土来保证粮食的供应 从以上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出 马里是一个人为建设的商品加工中心与贸易集散中心 而非南部苏米尔城邦那样的自然形成的大型聚落 这是比较有特点的 只是很可惜 我们没有在第一马里找到任何的文字材料 也就无法得知其政治概况 苏米尔王表记录了六位取得过苏米尔霸权的马里国王 我们不清楚这些国王是否真的能反映第一马里的政治情况 到公元前26世纪中叶 第一马里因不明的原因被毁灭 但是几十年后 马里凭借其地理优势又得到了重建 第二马里相较于第一马里来说更加注重农业的发展 在城中建立起了大型的补仓 同时贸易和手工业依然是马里重要的产业 也正是在第二马里时期 马里和西方的强国埃博拉以及北方的纳加尔 为争夺诱发拉底和上游的霸权 展开了长期的战争 可以说马里是当时尚美索布达米亚最强大的国家 唯一可以与之抗衡的国家也就是西方的埃博拉了 马里曾经一度战胜埃博拉 并迫使其向自己进贡 在埃博拉发现了一封马里国王恩纳达干 写给埃博拉某位国王的书信 在信中恩纳达干就列举了 马里过去对埃博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显然恩纳达干是想通过恐吓的方式 让埃博拉对自己屈服 其言辞犀利令人印象深刻 也就是从这封信中我们勾勒出了马里与埃博拉之间的恩怨史 至少在长度上 这场战争不会比拉加石和乌玛的百年战争更短 马里并不是尚美索布达米亚唯一的一个贸易中心 在迪格里斯河上游 阿术尔作为另外一条上路上的枢纽也在发展之中 阿术尔就是我们常说的亚述的前身 传统上亚述历史的开端是公元前21世纪末 所以我们还不能讲这个时期的阿术尔称之为亚述 我们姑且把这个时期称之为阿术尔城的早期历史 关于这个时期我们的了解还不是很多 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来源就是阿术尔城内的伊士塔尔神庙 阿术尔的伊士塔尔神庙在历史上一共重建了7次 学者们依照顺序用字母A到G对不同时期的神庙进行命名 其中最古老的G神庙 七年代可以上述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 在神庙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奉献给神灵的人物雕像 也就是我们在南方看到的信徒雕像 这些人物雕像无论是姿态、服饰、还是艺术表达的方法 都和美索布达米亚南部地区发现的雕像十分相似 我们在屏幕上列出了阿术尔、玛里、还有阿达布三个信徒雕像的对比图片 这种相似性是非常明显的 它们都有着秃头、神秘的微笑、半裸的上身 双手合适在胸前以及似乎是羊毛制作的大裙子 由此可见 即便是在阿术尔这样北边的地区 依然能与苏米尔世界保持着非常密切的文化联系 只是很可惜我们没有找到这个时期的任何文字材料 也就无从得知当时阿术尔的政治情况了 直到公元前24世纪阿卡德崛起之后 我们才找到一些为阿卡德服务的阿术尔总督留下的名文 和苏米尔一亚 亚述地区也有自己的一个网表 我们称之为亚述网表 网表的开端给了我们17位住在帐篷里的国王的名字 和十位祖先国王的名字 但我们从来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国王是真实存在的 阿卡德时期的阿术尔总督也没有办法和网表对应 目前看来网表中的这些国王应该是没有什么讨论价值的 我们在这里也不做太多的关注 但我们还是应该谈一谈阿术尔城城市崛起的背景 可能我们很容易把当时的阿术尔理解成是一个贫穷的边缘小镇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从当时发现的墓葬来看 早期的阿术尔城狙击着相当的财富 我们可以在早期的墓葬中找到许多精美的珠宝首饰 包括项链、耳环、戒指等 这些基本都是由黄金制作的 此外还使用玛瑙、红玉髓、青金石等半宝石制品 阿术尔所在的亚述地区向东连接着伊朗高原 向南连接着美索布达米亚 向西可以到达安纳托利亚高原 这是一个交通要道 随着美索布达米亚地区南部的复杂社会的发展 社会精英们对奢侈品的需求也不断地增长 刺激了北部商务的发展 另外一方面,阿纳托利亚和伊朗高原 虽然发展比苏米尔地区慢一些 但是在后来也陆续产生了大型的复杂社会 位于这三个社会之间的阿舒尔 也就成了重要的贸易中心 阿纳托利亚地区矿产丰富 不但盛产铜也出产基银这样的贵金属 伊朗高原不但能为亚述带来青金石、红玉髓、玛瑙这些半宝石 还能带来制作青铜所必备的锡 而在南方,苏米尔则可以提供优质的纺织品 阿舒尔坐拥这样的地理优势 得以聚集大量的不同方向的财富 在不久之后,我们将会看到一个 与南部地区截然不同的商贸帝国在亚述崛起 在未来的视频,我们将会对亚述的贸易做进一步的阐述 所以在这里我也不再细说了 阿舒尔的更北地方,还有一个大家所熟知的城市 叫尼尼威,它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 关于这个城市,我没有找到太多资料 所以呢,在这里也不准备介绍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尼尼威虽然是后来亚述帝国的首都之一 但是在这个时期,以及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 它都是一个独立的城邦 而不是阿舒尔的一部分 讨论了阿舒尔和马里之后 我们要聊的是叙利亚北部的另外一个强大的国家 埃博拉 虽然埃博拉并不属于狭义上的美索布达米亚地区 但这一时期,无论是从地缘上来看 还是从文化上来看 我都倾向于将埃博拉视为上美索布达米亚社会的一员 埃博拉不同意阿舒尔、马里这样 处于河谷边缘的城市 能够占有沿河地区有限的灌溉农业用地 因此,这里完全依靠汉做农业 营牧经济也更加重要 传统观念上 非大河流域地区和营牧社会 都是早期文明的对立面 就像我们理解的大河文明的四大文明古国一样 早些西方学者也理所当然地认为 埃博拉是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 因此对这里缺乏关注 但是1964年 埃博拉古城发现完全打破了这一观念 引起学者们关注的 并不仅仅是埃博拉巨大的城市和宫殿本身 还包括埃博拉宫殿中出现的大量的管理文书 这些文书由楔形文字写成 除了使用苏美尔语之外 也使用一种沙米特语 学者们称之为埃博拉语 这些文本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未知的古代王国的面貌 首先埃博拉的经济很早就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 在埃博拉文书中 宫殿拥有大量的牛羊畜群 加上埃博拉又处于叙利亚西部的草原地区 当时参与埃博拉考古的美国学者盖尔布就提出 埃博拉是一个依靠畜牧业发展而来的早期文明 今天来看盖尔布的说法似乎有些言过其时 埃博拉的畜牧业固然很发达 但是它的种植业生态也不是非常的差 只不过与苏美尔地区不同 埃博拉的农业生产不是靠大型机构主导 而是在供电的指导之下由村舍完成的 形成了一种供电带着村舍进行生产的模式 不过埃博拉城市控制的村舍土地是非常有限的 大概只包括城市周边50公里之内的土地 从埃博拉的档案上来看 供电确实很少收到来自50公里之外的粮食 但这并不是说埃博拉控制的领土 就只有城市周边的方圆50公里 埃博拉还影响着很多远方的城市 相对于埃博拉周边地区 这些城市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官僚系统 不过这些城市也不是独立的国家 上美索布达米亚的君主 似乎有一种巡游的习惯 这种巡游名义上是宗教性质的 但也有政治的目的 国王在外朝圣的同时 也管理着各地的政务 是对远方国家控制的巩固 这个现象有一些像中世纪欧洲国王巡游的制度 在埃博拉和纳加尔我们都发现了国王巡游的证据 另外埃博拉周边一些地方领袖 也会前往埃博拉进行朝见 与之保持密切的政治关系 正是依赖这样的方式 埃博拉和纳加尔国王控制着广阔的领土 虽然我们不太了解马里国家的行政管理方式 但马里的领土也相当的广大 由于这种广义国家的性质 虽然人口密度相对较低 但领土纠纷却一点也不比南部的苏米尔世界少 埃博拉和马里正是尚美索布达米亚纠纷的两个重要的主角 而纳加尔则成为了两国竞争之间的重要力量 在大部分的时候 纳加尔是作为埃博拉的盟友出现的 除了战争 各国之间也有文化的交流 我们可以在埃博拉找到 马里文士在那里工作的迹象 在埃博拉发现了大量学习用的 蝎形尼板文书来看 当地应该是有一个专门培训文士的学校 这些学校任教的老师 很可能就是来自马里的文士 当然也不排除 这些文士是来自于遥远的基石 或者是希尔帕这样的城市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埃博拉受到苏米尔文化的影响非常强烈 他们不但使用蝎形文字 连国王的称呼也使用N这一 苏米尔语词汇 这导致很多学者将埃博拉视为苏米尔文明的外延 这样的理解恐怕是有误差的 埃博拉并不一定是被动地受苏米尔影响 也可能是主动融入到了苏米尔世界当中 当融入到另外一个社会是有利可图的时候 人们也就自然而愿意这样做 苏米尔世界高度发展的城市文化 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基础 也形成了一个巨型的消费市场 埃博拉作为一个可以与南部 巴勒斯坦地区和埃及交接的贸易中心 与苏米尔世界进行贸易自然是好处多多 所以埃博拉会主动亲近苏米尔文化 也不是很奇怪的 不过在融入苏米尔之前 埃博拉可能就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毕竟它的起源也相当久远 在埃博拉的宫廷答案之中 我们找到了一个由30多个名字组成的国王名单 如果它们都是真实存在的 埃博拉的历史上述到公元前3000年以前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这个名单当中 大部分的国王真实性根本就没有办法确定 我们对此还要需要谨慎看待 但恩这个头衔就很能说明埃博拉的古老程度 毕竟在早王朝的中后期 卢加尔就已经成为了除乌鲁克之外 大部分苏米尔国家的国王头衔 埃博拉受遥远的乌鲁克影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它更多可能受到北方的基什希尔帕这样的国家影响 所以我们认为埃博拉与苏米尔世界的接触时间 应该是在早王朝的早期或者更早的年代 考虑到马里建成的年代 这也是绝对可能的 有趣的是不仅仅是恩 卢加尔的称呼也出现在埃博拉 但他不是国王的头衔 而是埃博拉行政官僚体系中的一员 是管理埃博拉周边直下领土的官员 这些卢加尔由一个叫做卢加尔萨扎的官员统侠 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理解成宰相 权力非常高 在后期甚至出现了官位世袭的情况 虽然从文本上没有发现 卢加尔萨扎有威胁王权的情况 但是这不由得让我们怀疑 埃博拉的国王是否已经被架空 这种现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苏美尔世界的军事领袖卢加尔 取代神庙管理者恩的情况 但是需要注意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 卢加尔萨扎是军事领袖 而整个上美索布达米亚地区的神庙 也从来没有像南方那样重要 正如我们第一期所说 这个地区的城市都是以宫殿为中心 神庙只是一个单纯的宗教场所 埃博拉的国王 也不可能是神庙的领袖 所以我们说 埃博拉的政治结构是和苏美尔截然不同的 此外在王权思想上 埃博拉也与苏美尔世界有很大的区别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王后的地位 虽然我们上期也说 苏美尔的王后是有着较高的地位的 但是在意识形态上 苏美尔的王权中王后并不是必须的 然而在埃博拉 王后与国王显示出高度的对等性 很多国家的重要仪式都是王后与国王 共同参与才能进行的 另外一方面 我们在埃博拉的宫廷之中 也发现了大量贵族女性的雕像 这些雕像很可能就是王后的形象 与苏美尔的历代国王的崇拜相似 学者们认为 埃博拉应该是有某种对历代王后的崇拜传统 王后的地位在埃博拉宫廷是如此的显眼 这也是苏美尔的意识形态不能解决的问题 综合以上的现象来说 我觉得可以合理地认为 埃博拉是一个有着相对独立文化的国家 而非苏美尔世界简单的延伸 这也是整个上美索布达米亚地区的特点 盖尔布曾经提出过一个基石文明的概念 他认为美索布达米亚西北的萨米特人 有着与南部苏美尔人完全不同的社会生态 这就是所谓的基石文明 包括埃博拉、纳加尔、玛里和基石、谢尔帕等城市 盖尔布按照萨米特语的分布 把谢尔帕、基石等城市 从苏美尔世界分离的结论是不太合理的 但我觉得他将上美索布达米亚地区独立看待 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事情 聊完了上美索布达米亚 我们必须把目光重新放回到苏美尔世界 因为在公元前24世纪末 上美索布达米亚地区 诸国的独立发展被崛起的阿卡德帝国扩张所打断 在统一了苏美尔世界之后 萨尔贡开始向周围扩张 他首先把目标放在了东方的伊朗高原 但是不久之后 他又把矛头转向了上美索布达米亚地区 第二马里很可能就是被萨尔贡所摧毁的 埃布拉也遭到了毁灭 但是他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 因为萨尔贡和他的孙子 纳拉姆辛的名闻 都宣称对埃布拉发动了战争 可能塞尔贡只是埃布拉臣服 真正毁灭城市的是纳拉姆辛 但这里也不排除 在塞尔贡入侵之前 埃布拉就已经为马里所摧毁了 后来塞尔贡和纳拉姆辛的宣称 只不过是对马里胜利的一种夸张 关于这一问题 学者们还没有给出一个一致的答案 但不管怎么说 阿卡德帝国基本上接管了 诱发拉底和善欧地区和叙利亚北部地区 此外 底格里斯和善欧的阿水尔和尼尼威 也先后被纳入到了帝国的统治之下 阿卡德终于实现了 儒加尔扎吉西所吹嘘的 从上海到下海的统治 但这样迅速扩张的帝国 必然导致阿卡德帝国 遍临着诸多的问题 毕竟如此程度的统一 从未在历史上发生过 尤其是苏米尔世界 一直保持着城邦的传统 当他们被纳入到这样一个广域的统一帝国当中 必然会引起一定的骚动 同时这样广大的帝国 在不同地区 也有着不同的政治传统和地方文化 如何统一地管理这些地区 也是一个重要的难题 对此 阿卡德国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来巩固他们的新帝国 阿卡德帝国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谁来管理这个帝国 管理这样广阔的国家 必须要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 国王们面临着两个选择 一个是让各地原有的社会组织进行管理 第二个就是扶持一个新的 属于自己的国家官僚体系 前两种方案虽然成本比较低 但是容易造成地方分离倾向 所以阿卡德国王选择了后一种方案 建立了一个阿卡德的贵族集团 这里需要说的是 阿卡德的贵族并没有限定种族身份 我们在当时的官僚机构之中 看到了很多有苏密尔人名字的贵族 也就是说所谓的阿卡德贵族 指的是阿卡德帝国的贵族 而绝对不是阿卡德人的贵族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帝国通过将这些贵族派往全国各地 让他们掌控着帝国的方方面面 来达成帝国的统一 在阿兰德苏萨 我们发现了一个阿卡德人定居的危地 这个地区不但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 而且还可能有住居 这一叮当就是阿卡德帝国的一个行政中心 同样在纳加尔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阿卡德修建的大型仓库 应该是一个资源的转运和再分配中心 用以加强对纳加尔的经济控制 维持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官僚体系 成本一定会很高的 阿卡德政府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 获取土地和财富 在一份土地转让文献当中 我们看到萨公的继承者 李牧石就从乌玛和拉加石两个城市 争得了13万4千公顷的土地 作为王室用地 这是有文献记录的最大的一笔土地转让 这样的转让一定会极大的侵害 两个城邦的本土势力的权益 在李牧石之后的阿卡德国王 曼尼斯图书的统治时代 也有类似的土地转让文献 不同的是 这次是从964个人手中 用两年的收成购买3430公顷的土地 曼尼斯图书还举行了圣诞的宴会 来款待这些卖家 不过这些卖家的心情一定不会很好 毕竟只用两年的收成 换走土地的永久所有权 这是相当不划算的 这些土地如果平单给所有的卖家 平均每个人应该是占有4公顷不到的土地 很可能这其中包括相当的小土地所有者 这样的交易一定会损害他们的生活 所以无论是从城邦神庙手中征得土地 还是从小农当中购买土地 都一定会加剧人们对帝国的不满情绪 这为阿卡德帝国未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 帝国这种政策也有更加深远的影响 就是加速了私人土地经济的发展 使农业从集体化生产 转向了个体化生产的模式 虽然阿卡德王室保留了巨大的王室领土 但他们也会将相当一部分领土 分配给帝国的贵族作为他们为帝国服务的报酬 我们在土地清测中发现 一些贵族占有的土地面积是十分惊人的 比如纳拉姆辛的大总管提耶梅尔 仅在拉加石和乌玛两座城市 就拥有一千公顷的田产 如果阿卡德的土地只是掌握在少数大贵族手中 农业的生产模式可能不会和早王朝时期的集体经济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阿卡德时代出现了一种私人效忠的制度 贵族们身边往往会聚集着大量的仆役和门客 贵族们会将自己的土地分配给他们来换取效忠 因此在大贵族手中土地被进一步分配 产生了一系列中小土地所有者 虽然阿卡德国王可能存在购买小农土地作为王室用地的行为 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土地的集中 但小农占有的土地是相当有限的 这样形成的土地集中也一定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从整体上来看 当时土地战友应该是朝着私人化和分散化的方向发展的 除了征收土地之外 阿卡德国王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相对委婉的手段来抢占权益 大尔贡就任命他的女儿恩赫多安娜为乌尔城的月神女祭司 具有插手苏密尔宗教事务的嫌疑 他很可能是希望把神庙纳入到帝国的管理体系之中 之后的纳拉姆辛也继承了这一政策 派遣他的三个女儿分别在乌尔、尼普尔和谢尔帕 担任月神南娜、神王恩利尔和太阳神乌土的女祭司 不过这种行为也有安抚的性质 表达了国王们对苏密尔文化传统的支持态度 恩赫多安娜虽然是阿卡德人 但他的名字却使用苏密尔语 恩赫多安娜本人也精通苏密尔语 他创作的多篇苏密尔语赞美诗流传后世 展现出了深厚的苏密尔文学素养 恩赫多安娜的这些特质都表现了帝国对苏密尔传统文化的推崇 另外一方面 阿卡德国王们也效仿以前的苏密尔国王 资助和修建神庙 甚至阿卡德的公主们也积极地参与到神庙的投资活动当中 来拉拢各地的神庙势力 不过在讲了后面的问题之后 你会发现这种拉拢是相对来说苍白无力的 除了担任祭司之外呢 阿卡德的公主们还有另外一个命运 就是远嫁外国的统治者 我们在上美索布达米亚的乌尔卡石城 发现了纳拉姆辛的女儿 塔拉姆阿卡德的印章 乌尔卡石是哈布尔河上游 纳加尔城以北的一个城市 卡古现世 阿卡德时期 乌尔卡石保留了一个独立的宫殿建筑 这说明当时他不属于阿卡德帝国统治 塔拉姆阿卡德很可能是被嫁给当地国王 以巩固帝国西北安全的 有趣的是 塔拉姆阿卡德的名字可以翻译为喜爱阿卡德 这似乎有传递和亲善阿卡德意识形态的意味 除了上述政治外交和经济的改革之外 阿卡德国王们还推行了文化上的改革 正如我们理解的 统一的国家应该书同文车同轨 阿卡德国王们也颁布了新的文化标准 其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 就是阿卡德语被作为一种官方语言使用了 阿卡德国王们并没有打压原来的苏美尔语文化 而是依然对他们崇敬有加 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 帝国的公主恩赫多安娜就是一位苏美尔语的文学大师 阿卡德所奉行的是一种双语政策 虽然苏美尔语在后来的历史当中逐渐消亡 但它依然是作为一种学术语言 普遍被使用 就像中世纪的拉丁语一样 阿卡德人遵循的是一种苏美尔语与阿卡德语一一对应的原则 所以 美索布达米亚的很多神都有着不同的名字 比如伊南娜的阿卡德语名字就叫伊什塔尔 恩基的阿卡德语名字就叫埃阿 月神南娜也可以叫新 太阳神巫图也可以叫沙马石 除了语言上的改变 在书写上阿卡德也推行了一套新的标准 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阿卡德时代的书写泥板更加的轻薄方正和之前回源厚重的泥板有明显的差异 在书写方面上 阿卡德的文字也更加规范 文字的间距也更稀疏了 大大降低了阅读的难度 阿卡德的书写标准化改革 为后来的美索布达米亚文字发展 是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的 最后 在军事领域 也可能存在着一个有争议的改革 那就是常备军系统的建立 萨尔贡在一个名文当中自称 每天都有5400人 在他面前吃饭 有人认为 这是说萨尔贡建立了一支5400人的常备军 对这个描述 我还是使谨慎态度的 一方面这个材料叙述过于暧昧 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对早王朝时期的兵制是一无所知的 很难说当时就没有常备军 当然阿卡德国王们在统治期间 对各地都持续地用兵 当时的军事制度 有所发展是肯定没有疑问的 只是我们没有了解太多 以上就是阿卡德国王国为了维持统治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我们可以看出 阿卡德国王们可谓是费尽心机 但是阿卡德的社会上层依然充斥着焦虑的情绪 在阿卡德时代 我们发现了一种诅咒的流行 那就是在雕像和明文上 对未来可能破坏这个作品的人进行诅咒 是为了防止有人破坏贵族们留下的这些纪念物 这种诅咒是更早之前的时代没有发现过的 也在社会中下层不多见 显然阿卡德的贵族们非常清楚 他们的帝国处于一种非常脆弱的状态之下 只要稍微有风吹草动 帝国就有遍临崩溃的悲险 讨论这么多之后 我们应该来看一下阿卡德的历史了 我们把阿卡德历史的年表展示在屏幕上 可以看到塞尔贡统治了比较长的时间 而后他的两个儿子 李牧师和曼尼什图书先后执政 这两个国王的顺序还有一定的争议 他一般认为是塞尔贡的幼子李牧师先执政的 李牧师和曼尼什图书统治时期 国家相对稳定 但这两个国王却都死于暗杀 这似乎暗示了当时帝国内部暗流涌动的情况 到了曼尼什图书之子纳拉姆辛的执政时期 阿卡德全国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 一个叫做卢加尔阿尼的人登上了王位 他要求当时作为月神大祭司的恩赫多安娜 认可他的统治合法性 当然作为帝国开创者塞尔贡的女儿 恩赫多安娜不可能承认这样的叛乱行为 因此他被放逐出了乌尔城 在流放的过程当中 恩赫多安娜写下了一首伊南娜赞歌 在诗中他控诉了自己的境遇 并祈求伊南娜女神能够给予阿卡德帮助 幸运的是 纳拉姆辛是一个颇为能干的统治者 他很快就平息了叛乱 恩那个我说一下 那个网上有一些资料把这个伊南娜赞歌 他翻译成伊南娜晋升 他这个翻译好像不太对 因为这个晋升啊 崛起什么的 是翻译词exotation这个词 呃这个词确实可以翻译成晋升 但是我感觉他这里应该是翻译成表扬的意思啊 赞扬的意思 不能翻译成晋升 要不然解释不通啊 我也不太知道啊 有人知道的话告诉我一下 我这里是翻译成赞歌赞扬赞美 我觉得是合适一些 呃 如果只是听了上述的描述 你可能体会不到当时阿卡德的局势紧张 但是从纳拉姆辛留下的名文可以看出 当时的苏米尔 埃兰和上美索布达米亚都发生了动乱 阿卡德帝国基本上处于四面楚歌的状态 纳拉姆辛能够成功地维持帝国 其能力是可见一般的 或许是对于自己能力感到满足 也或许是他意识的 当时的帝国还不够稳定 纳拉姆辛最后决定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强化王权 这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赋予自己神的地位 将自己神化为阿卡德的守护神 神化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就体现在文字上 纳拉姆辛在自己的名字之前加上了一个星符 这个符号是些行文字中神的限定符号 一般是会被写在神的名字之前 虽然他不发音 但是他表示了对神的敬意 我们可以看到 纳拉姆辛的名字上会有两个星符 第一个星符是写在他自己名字之前 第二个星符呢 他后面跟的是心的名字 纳拉姆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心神所钟爱的人 第二个星符呢 他是表示心这个月神的地位 跟纳拉姆辛没有关系 另外一个体现就是在图像学上 我们可以在纳拉姆辛出征伊朗高原的功绩碑上 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这个功绩碑上 纳拉姆辛的形象占到了图像的主体 而天空中代表神灵或者祖先的两颗星星 却显得非常渺小和遥远 显然在图像上 纳拉姆辛有意把自己塑造的比神更重要 但更加露骨的是 图像中的纳拉姆辛头戴着脚冠 这个是苏米尔艺术中神特有的头饰 这样的表现就非常明显了 纳拉姆辛显然是把自己当成了神来处理 美索布达米亚世界一直都是一个神人分明的世界 正是因为如此 纳拉姆辛自封为神的行为才显得如此特殊 确实早王朝时期以来 国王的神圣化就已经是大趋势了 也有卢加尔班达这样被后世尊为神的国王 但生前就封自己为神的情况 还是前所未有的 这样的自我神化 是否真的能有强化王权的效果呢 说实话 如果这个概念能够被大众所认可 它是可以起到效果的 但人神有别的观念 在美索布达米亚由来已久 纳拉姆辛的行为肯定会得到各界的反弹 尤其是祭司阶层 毕竟在苏密尔 国王作为神的牧羊人 是受神庙祭司们制约的 若国王变成了神 对神庙祭司的地位也会造成极大的冲击 祭司们肯定是无法容忍纳拉姆辛的行为 加上纳拉姆辛之前一直企图接管神庙的特权 祭司们一定是有非常多的怨言的 但是在纳拉姆辛掌权的时代 祭司们敢怒不敢言 在后来 随着阿卡德帝国解体 祭司们的这种不满情绪就逐点不显了出来 在后世流传的文学阿卡德的诅咒当中 纳拉姆辛被描绘成一个王国之君的形象 由于纳拉姆辛破坏了尼普尔的恩利尔神庙 引来了恩利尔的愤怒 他降下了各种灾害惩罚纳拉姆辛 更是召唤古提人入侵阿卡德 在后来出现的纳拉姆辛的库塔传说当中 纳拉姆辛的敌人更是变成了怪物军团 这样的描述自然是不真实的 但也反映了当时祭司们对纳拉姆辛的普遍不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一个游戏叫黑象及灰明界的 他这个游戏就是根据阿卡德的诅咒 以及纳拉姆辛的库塔传说改编的 只不过呢 他这个游戏里的怪物被描述成是一个外星来的 他跟那个神话没有什么关系 这些文学作品虽然荒诞 但是他可能真的反映了一个事实 就是阿卡德时代的某个时期 有一个外来的族群 古提人出现在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我们知道后来正是古提人毁灭了阿卡德 不管祭司们怎么去污蔑纳拉姆辛 整体来说纳拉姆辛的统治应该是比较成功的 他死之后王位被平稳地传给了他的儿子 沙尔卡利沙利 在沙尔卡利沙利统治的最初几年 似乎一切如常 虽然国内偶有叛乱 但是阿卡德至少还控制的 尼普尔和拉加石等重要的城市 不过后续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两个新的势力出现在阿卡德人的视野当中 一个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古提人 另外一个则是阿摩利人 对于阿摩利人大家可能会很熟悉 正是他们建立了后来的古巴比伦王国 在沙尔卡利沙利的记录当中 提及的西方的阿摩鲁人应当就是后来的阿摩利人 不过阿摩利人当时活动还停留在上美索布达米亚地区 没有对阿卡德的核心统治地带造成太大的威胁 但古提人就不一样了 这些可能是来自于伊朗高原的族群 直接侵入到了苏密尔的中部地区 以阿达部为根据地迅速发展了起来 成为了阿卡德帝国严重的威胁 在普提人的牵绊之下 南部的苏密尔城市似乎纷纷独立 拉加石的总督 普作尔玛玛摒弃了沙尔卡利沙利仆人的头衔 开始以拉加石的卢加尔自居 在苏密尔王表上也标注了一个乌鲁克第四王朝 虽然我们没有找到这个王朝存在的证据 但有理由怀疑这个王朝也是源自于阿卡德的乌鲁克总督 在沙尔卡利沙利统治结束时 强大的阿卡德帝国已经分崩离析了 此后苏密尔王表显示 有四位阿卡德国王统治了四年 可能显示了一场权力的争夺战 这让阿卡德帝国危机雪上加霜 最终阿卡德的王位由一位叫做杜杜的人接手 杜杜和他的儿子舒杜鲁又统治了三十六年 但此期间阿卡德帝国已经风光不再了 杜杜的名文记录了他和南部的城市的战争 显然帝国南部已经彻底失控了 阿卡德控制的领土可能仅限于阿卡德城 和其附近的埃什努纳、基石等城市 苏密尔王表显示 舒杜鲁统治的第十五年 阿卡德帝国彻底的终结了 关于帝国的灭亡、具体细节我们不得而知 但多半是由于古提人的入侵 王表上给出了一个模糊的乌鲁克第四王朝 随后就是古提人的统治 关于古提人我们很难做太多的介绍 他们可能是来自伊朗高原的游牧民族 大部分资料都将其描述为野蛮的入侵者 是文明的对立面 古提这个词也成为了后世对蛮族的代称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无论苏密尔人怎么样的蔑视古提人 古提的君主都成为了苏密尔王表之中合法的霸主 这说明古提的统治得到了当时的普遍认可 图上显示的这个物体是希尔帕发现的一个拳标头 上面的名文显示 这是古提国王拉尔拉布姆献给神庙的礼物 这个礼物提醒我们 古提人可能并不一定像苏密尔人描述当中那么野蛮 至少他们有学习之前的苏密尔人和阿卡德人向神庙进献礼物 希望拉拢祭司阶层 从他们的国王被写入网表来看 古提人的这个政策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网表上一共给出了19个古提国王的名字 但这些国王统治都非常短暂 只有三个国王统治了七年 五个国王统治了六年 一位国王统治了五年 其他的国王统治时间都在五年以下 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正常的王位传递的结果 有人认为古提人根本就没有国王 所谓的国王不过是推选出来的领袖 过短的统治时间可能是由于领袖任期较短造成的 这个理论也可以得到苏美尔王表当中的印证 在王表上 古提人最初统治的三年 被称为没有著名国王的三年 总的来说 目前对古提国王的统治年代是依然不太清楚的 所以我也给不出来一个具体的时间 就像我们上一期说的 苏美尔王表存在着 强行把时间重叠的统治者 化为不重叠的线性统治者序列的问题 古提的国王统治很可能和阿卡德后期是重叠的 沙尔卡利沙利曾经宣称他俘虏过一个叫做萨拉加布的古提国王 而这个国王的名字在王表当中显示为是古提的第二任国王 这也说明虽然王表在研究阿卡德时代是有一定价值的 但是整体上依然是混乱的 就这样到了公元前22世纪 曾经伟大的阿卡德帝国就此覆灭了 我们现在可以来总结一下这个帝国 它给美索布达米亚带来什么影响呢 很多人想到的可能是政治上的统一 以及世界上第一个意志性的帝国 这些评价当然是中肯的 但我想阿卡德对美索布达米亚最深远的影响 应该是他彻底破坏了苏米尔人的大型机构主导的集体经济模式 阿卡德帝国将土地从大型机构手中转移到私人和国家的手中 原来支配着苏米尔经济的神庙、村舍等组织开始解体 地区的长老议会虽然被保留 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经济基础 影响力不断地降低 到后来的古巴旅人时代沦为了彻底的基层自治组织 王权得以扩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在阿卡德时代的晚期 由于战乱频繁 人们怀念旧时代的苏米尔传统 南部的拉加石、乌尔等城市 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复古运动 但是原始苏米尔世界的经济基础 已经不复存在了 因此美索不达米亚不可能恢复到早王朝时期的状态 阿卡德的继承者 乌尔第三王朝 接管了阿卡德在各地留下的巨大的王室领土 在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 开创了一个国有经济的主导时代 这就是我们从宏观的视角上来审视阿卡德帝国的结论 那么从微观视角上看 阿卡德帝国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接触过一些人认为阿卡德开启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 相比之前战乱的早王朝时期 底层人民过上了更加安定的生活 这样的解释真的合理吗 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这样 国家统一 理论上战乱是应该减少的 人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美好 但这种逻辑和我们在考古学院看到的事实却不符 大部分的苏美尔城市规模都出现了缩小的情况 当然我们也可以结合上一期所说的苏美尔的农业特点来解释 就是国家强大的时期 新的水利设施得以修建 城市人口得以迁徙到更远的地区从事耕作 导致人口大量从城市迁出到乡村 而随着战乱的减少 人们也不再需要城墙的保护 迁居乡村也变得更加容易 但这样的解释恐怕是一厢情愿 苏美尔的人口可能确实有在减少 因为阿卡德帝国虽然表面上统一 但局部战乱从来没有停止过 尤其是纳拉姆新开始的帝国的后一百年 更是动乱不断 除了内战 阿卡德帝国还持续发动对外战争 这就必须要有一个庞大的军队 供养军队会消耗大量的粮食 苏美尔地区作为帝国的主要产粮区 必然会受到帝国的盘剥 阿卡德帝国推行了土地政策 导致原来社会中大型机构的解体 民众们失去了大型机构的保护 同时还受到国家与贵族的盘剥 其生活水平恐怕会一落千丈 所以我们不能期待在阿卡德帝国统治之下 人们会过着比早王朝时期更幸福的生活 而且从考古上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相对于早王朝时期 阿卡德时代的铜制品中 锡的含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大部分的铜器锡含量不足5% 根本无法称之为青铜 美索布达米亚地区的锡主要是从东方的伊朗高原输入的 阿卡德对于伊朗高原的关注从未停止过 从塞尔贡到沙尔卡利沙利 几乎每一个国王都会对伊朗发动战争 而且苏纳及其周边的苏西安那地区 更是被牢牢掌控在阿卡德帝国的手中 但这反而导致了帝国内部锡供应的匮乏 说起来是非常讽刺的 究其原因 一方面可能是战争破坏了商路沿途的城市 导致商品流通的补偿 另外一方面 锡的供应可能是被帝国上层所垄断了 导致社会上锡供应的短缺 青铜作为熔点低 硬度大 可塑性更强的合金 是比铜更适合制作工具的材料 从社会良性发展的角度 它应该被更多的使用 然而在阿卡德时代 它的减少似乎说明了 社会正朝着一个不好的方向发展 以上就是我们对阿卡德帝国做出的总结 如果做一个简单概括的结论的话 阿卡德确实是一个 对历史有着深远影响的政权 但是它是否真的代表了一个统一的繁荣的盛世呢 我对此是深表怀疑的 阿卡德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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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